这次地震让花莲的农渔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农业部统计农业产物的损失金额高达4280万元 公共设施损失金额高达2598万 总计将近有7000万元 而其中以渔业设施估计损失有4179万元是大宗 主要是因为花莲县定制渔网渔具损失所导致 3号强震带来严重灾害 楼房倒塌走山落石死伤惨烈 对于各产业造成影响而农渔业最为严重 对于渔民的部分强震导致渔具破例严重 因为花莲沿海有定制渔场 渔民们会将渔网固定在海底的石块上 以此去捕捞渔货 不过因为强震导致海底石块位移来回摩擦 甚至是大幅度的移动都导致渔网拉扯断裂 渔民屋内表示渔具都相当昂贵 粗不估计将损失近百万 目前农业部也已经收到五家业者回报受损 对啊 因为我们王子 是有时间性在换的啦 如果这次如果起来的话 就没有渔具可以下去了 临近渔季 渔民们没有完备的渔具 根本无法进行捞捕 不但导致渔货量下降 也会造成渔民们生活困难损失更加惨重 而关于农业的部分 目前吉安乡的一处养孤场有通报损害 而详信情况还有待厘清 根据农业处表示 农业损害最为严重的是花莲各处农会的建筑 物品散落机具损坏等等 光是受风箱农会建筑维缩经费就要将近三千万 那目前我们收到的回报 农渔业加起来的话呢 总计的损失金额已经超过了新台币九千万元 请大家能够尽量去宣导说 农作物的损害 请大家及时要通报公所 那渔业方面的话呢 可以跟渔会来做通报 也可以跟我们的地方政府农业处这边 来做一个通报 我们都会来及时的协助 金统基目前呈现农渔业通报损失 已经超过九千万 这仅仅是部分后事还在继续调查厘清 也提醒更渔民要与政府通报灾损 才能顺利获得补偿 记者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